越年轻当主管 你要缴的学费就越多 那当然他也有他的优势 你提早开始看清楚这个局 本能跟本事是两回事 当你的主管来说 你可以晋升 他认为你有这个机会晋升 甚至给你这个机会 表示一件 他已经认可你的能力了 但是到了主管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出现本事 就是什么 你开始要累积一些 原本你不擅长做的事情 你要学会怎么做 他可能会违反你原本的一些人格特质 原本你可能是比较急躁的人 当你到了主管以后 你可能要慢慢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这么急着做事情 原本你可能是有情绪 就会把情绪宣泄出来的人 当你到了主管以后 你就要练就一身本事 就是什么 即便你很不爽 你有办法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闷不吭声 还带着微笑离开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我们这一集来到了 粉丝敲碗的单元 那这是一位粉丝朋友 他在104职业诊所的网站上 问了这样的问题 26到30岁 他可能就有当主管的这个机会 可是他现在会先预见的状况 所以他有点挣扎 到底要不要接 好 今天回答这位粉丝朋友的问题 这位来宾呢 他是学堂讲座的创办人 企业培训讲师 方直勇 方老师 哈喽你好 哈喽各位我们大家好 我是方直勇 大家都叫我小安老师 我的英文名字是Antonio 那可能大家比较难念 好难念 然后就发现很多人都喜欢用音译 比如说安东你要 安东你 安东 那我就发现安没有消失 所以我就想让大家容易记 就叫小安这样子 好哦小安老师 或许听众朋友们有上过小安老师的课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真的请你好好把握今天这一集的时间 因为小安老师啊 他其实在呃今天往前推的十年 他已经在呃企业培训的这个领域上面 深耕了非常多的这个知名的国际级的企业 金华酒店啊老爷酒店啊 零售业上也跨足到一些汽车行业中华宾市啊 BMW等等 好所以他的职场内外的经验其实是非常的多 而且是从员工到主管 其实他大概都有非常透彻的一个看法跟分析 最重要的是他在23岁的时候他就当了主管 好那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是在投资理财相关业做的是专案管理 有多年轻呢 26到30岁他可能就有当呃主管的这个机会 可是他现在会先预见的状况 所以他有点挣扎到底要不要接 第一个他当主管了是不是提早转换心境了 因为一般的非主管跟主管其实在工作上面还有承担的压力跟责任其实是不同的 这是他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是年轻的主管是不是比较难带动资深的员工呢 他会有这个关心管理上的议题 那第三个的是年轻就当主管的话 不管是同一家公司还是不同的公司 对于这个公司的历练会不会不够深厚 因为在呃基层打滚啊 其实还是有基层打滚的这个养分哦 然后还有就是年纪轻呃被当主管会不会比较被人家看不起 那针对他这样的疑问 我们就直接请问小安老师您的过来人经验是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当然年纪轻当主管有他的优势跟劣势 那呃我先讲劣势就好 这个劣势一定是你还不知道怎么当主管 嗯 甚至是你的成熟度 刚刚有提到我23岁的时候就当主管 那其实我必须要很诚实说 23岁到25岁这两年初步刚开始当主管的过程当中 受了非常多的伤 然后也犯了非常多的错 你23岁是从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变成主管 然后你那时候主管带做什么样的饭店工作内容 然后带多少人 嗯其实我当主管是一个呃真的是一个基云 嗯我帮这个基隆坡帮那个香给拉开饭店 相貌酒店 然后我们在开幕的时候我一开始是一个小主任 VIP楼层的主任 然后我有个经理 然后要开幕了 经理跑了 哈哈哈哈 经理不做了 所以就有这个机会了 那已经要开幕了嘛 所以总经理就要问我说 哎今天接下来已经要开幕了 但是我们没有VIP楼层的经理怎么办 嗯 那我就跟上说你就找咯 他说但是你现在已经要开幕了 来不及啦 那就找我咯 然后老板就问我说你敢不敢 嗯 那我就跟上说你敢我就敢啊 哈哈哈哈 你完全没有犹豫耶 哎我没有犹豫的原因是因为其实 呃出生之独不怕糊嘛 哦是是 然后再来是其实我原本自己就希望可以自己可以赶快做到主管职的 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直升机 对 所以我就爬到那个位置 那我就管整个这个traders的VIP楼层 嗯 然后有46个员工 然后管房间 然后管早餐的这个自助餐跟bar 这样子 ok ok 对 那其实我在这么年轻的做到主管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当然是很兴奋的 但是接下来就刚才讲劣势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进到公司以后 你只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嗯 但是你当主管以后 你就刚刚我们的伙伴也讲到 你心境要做转换 你不是只把自己做好 你要带人 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学过怎么带人 我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大致上学校都把我们计划好 爸妈都把我们计划好 我们都是被带的那个人 然后大致上只要关心自己有没有成功就好 那当然主管以后 你就要这个去做心境上的转换 但是这就跟你的成熟度 开始出现了冲突 你的成熟度上面就会想一件事情 叫我23岁当主管 这个人28岁 怎么他还要我教 哦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冲突 然后呢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不想教他 你就会骂他 你就会瞧不起他 瞧不起他 然后我就会问他 我23岁在这边骂你 你23岁的时候在哪里 类似像这样的话 也会碰到另外一例 也是就是因为不成熟 所以你会想尽办法 证明自己很厉害 那你在想办法证明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踩别人 哦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跨部门的失和 饭店是一个很需要各个部门 互相合作 互相资源的一个产业 那你想想看 你不断的跨部门 去破坏这个人和的过程 你自己也越来越少资源 你就必须要靠自己 那就很累 那就很累 那就很辛苦 是是 那所以我说 这个是一个劣势 这个劣势就是你要缴 越年轻当主管 你要缴的学费 就越多 是 这是一个劣势 那当然他也有他的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 你提早开始看清楚这个局 我们在学校里面念书的过程当中 在学校在培养你的职业 就是毕业以后 你有一份工作 你可以养家活口 可以把自己顾好 但是其实当你进到社会当中 开始看懂这个局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叫做 如果你想要取得更多的成就或成绩 你就必须要不能只顾好自己 你必须要有能力顾好更多人 所以当你很年轻 当主管的时候 你可以更早看懂这件事情 在这个看懂这个局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开始了解一件事情 叫做本能跟本事是两回事 什么叫本能 就今天主管会来说 你可以晋升 像这个夥伴有讲到说 我怕我自己在公司历练不够深厚 当你的主管来说 你可以晋升 他认为你有这个机会晋升 甚至给你这个机会 表示一件 他已经认可你的能力了 但是你进到了这个能力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是靠着你本来就会的事情 去赚钱 打天下 到了主管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出现本事 就是什么 你开始要累积一些 原本你不擅长做的事情 你要学会怎么做 比方说你不会给员工回馈 你要怎么给 不会跟同事讲话 你怎么讲 怎么做绩效考核 怎么做教育训练 怎么创造激励的效果 怎么建立员工跟你之间的向心力 怎么确保忠诚度 等等的 那这个东西就会是 你需要做一些事情 为什么我说他跟本能不一样 就是因为 他可能会违反你原本的一些人格特质 原本你可能是比较急躁的人 当你到了主管以后 你可能要慢慢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不能这么急的做事情 原本你可能是 有情绪就会把情绪宣写出来的人 当你到了主管以后 你就要练就一身本事 就是什么 即便你很不爽 你有办法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闷不吭声 还带着微笑离开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 那这就是你在练习本事 那你越年轻开始 你越年轻习得这些本事 你就越年轻可以开始玩更大的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当你这么年轻当主管 开始看懂这个局的时候 你还会看懂第二件事情 叫做鼓励跟促成是两回事 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励员工说 这个Joy你要多学习 Polar你要多看书 鼓励他不见得会做 我要怎么样促成他 看书 学习 进步 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 机制流程 价值观的传递 文化的传递 沟通的模组 沟通的模块 乃至于考核机制的设定 让伙伴们有机会 做到这件事情 那当你很年轻 开始当主管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发现 鼓励没有用 那你就开始想方设法 去促成事情的发生 那就有点像QR Code QR Code在这个世界是1994年就已经发明的东西 所以你看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将近二十几年了 但是疫情之前 台湾很多长辈根本没有用过QR Code 现在怎么你放个QR Code在上面 你不用教 阿公阿嬷都会散 为什么 因为环境促成了这件事情 以前我们都会说鼓励大家要数位化 疫情就促成了大家要数位化 当你越早当主管 你就会看懂这个局 你就会看懂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会知道鼓励跟促成是两件事情 身为主管我不是只是鼓励员工 我要想办法促成这件事情 那当然最后一个局是最重要的 叫无限赛局 这个Simon Sinai 美国作家写的这个书 无限赛局 是当你很年轻当主管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成功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它是一个一直不断成长的游戏 你才会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叫投资自己 是你这辈子最不会亏本的投资 最没有风险 就你今天去买一档股票 即便我们家的富国神山 你都不见得会有回报 你投资自己 当你看到是无限赛局 你就会知道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学 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有很多东西可以尝试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对我而言 越早当主管 是利大于弊 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 在这里面付出成本 付出学费的过程当中 真的有学习 很多年轻的主管 我看到常常是什么 我当主管后我就讲 我发现我不适合当主管 我都会跟伙伴们讲 你没有不适合当主管 因为这辈子 你迟早得当主管 你当爸妈是在当主管 如果你今天不生小朋友 也不结婚 那你爸妈会老 我们常讲烦恼还通 爸妈开始老了以后 你要帮他做财务管理 帮他做生活管理 甚至什么 他后事你要帮他管理 这些东西都是你要管理 那其实如果你越早 在公司里面学会当主管 其实你的成熟度 会越早提升 你对自己的挚爱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OK 好 那今天这一集 我们非常谢谢 小安老师用他亲身的经验 他在23岁到25岁的时候 就已经那么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主管 带领46个人 他用他当时意气风发 可能有跌了一小小的跤 很大跤 很大跤 的这个经验学习来告诉大家 就是本能没有问题 可是你必须要学的是本事 这个本事呢 当然包括了你的团队领导 还有就是你自己领导风格 圆容面面俱到 该鼓励的就鼓励 该促成的就促成 重点是这个促成 它必须涉及到的是一个 团队的部件跟环境的建制 今天非常谢谢小安老师 谢谢您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星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质押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